摄影师刘正祥用镜头拍摄表演艺术长达30年的时间了 重要的作品像是云门40年舞座道合 还有书法家董阳兹结合舞座的作品等等 他说他看到舞者在舞台上舞出人间百态 舞台上有光的地方是剧情 后台是舞者的真实人生 台上台下对他而言几乎已经没有分别 男女舞者互相交谍 这是云门舞集2013年的新作道合 摄影师刘正祥跟云门合作26年 用镜头捕捉每一只舞座的核心精神 准备好像有一点交配 然后有一点就是要繁衍 他的那个后代的那样的一个感觉 他最主要精神就是说 他是一个丰收 然后是生命的一个延续 不管是在植物或是人的一个生物的一个 一个生命的一个延续 摄影师刘正祥一开始因为 卢州的艺术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一大 邀请他帮忙拍摄舞蹈系学生的毕业作品 开始用镜头捕捉舞台上的每一个动作 至今30多年 他说拍摄舞者很重要的是捕捉肌肉的形状 以及肢体的律动 编舞家何晓梅的作品 亲爱的 两位舞者背着另外两位 扭曲的动作 震惊的表情 呈现出一种怪诞的氛围 书法家董扬姿结合舞作表演的作品 刘正祥选择用剪影的方式 舞者结合投影出来的书法字 整张照片就像是一幅画 可能你要了解这个整个舞作 你可能要花一个小时时间 或是花一个半小时时间 你才可以看到它整个的全貌 可是当你看一张照片的时候 它就被定格在那里变成一个永恒 你就说你只要看到这个照片 你就好像回忆起这个舞蹈作品的一些脉络 除了精彩的舞蹈作品 刘正祥也进入舞团的发展历程 云门在巴黎排练场 邀请李明一起看表演 后来排练场遭遇火灾 他也拍下云门在大火余境中的合照 刘正祥画了30年的岁月 记录下台湾舞蹈的历史痕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